周冬雨素颜招火包韩国 无数韩国粉丝纷纷点赞 演技颜值双双在线 说起周冬雨这位女明星 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周冬雨可以说是一位人气很高的女演员 更是90后小花旦当中的佼佼者 当初山楂树枝练艺经问世 静秋一角深入人心 周冬雨也因此走红 还凭借此片获得优秀新人女演员奖 从此正式进入娱乐圈 初次出演作品就是冯岛的女主 周冬雨的起点可谓十分的高 接下来她也相继出演了不少作品 比如七月雨安生 同桌的你 少年的你等等 每一部大家都是相当看好的 而且不仅火遍全国 也给大家营造了诸多难以忘记的形象 最重要的是周冬雨是最年轻的的金马影后 了解周冬雨的都知道 她的个人风格很强 不仅是演技上有着自己的风格之外 她的形象造型也与大多数女星不同 调皮可爱鬼灵精怪的造型让人印象深刻 不过人们对周冬雨的评价 似乎都是清一色的像小孩子偷偷穿大人的衣服 更是有网友吐槽周冬雨身材销售没有美感 给人一种干扁的感觉 有点小学生身材的意思 其实周冬雨的身材问题 从她出道就开始被网友吐槽了 而且周冬雨自己也曾在公开场所 开玩笑地说自己是平凶 周冬雨也可以通过手术改善这个问题 但是她并没有 原因就是周冬雨不靠身材吃饭 她是走演技派路线的 而在近段时间 周冬雨的素颜照在韩国网络引发热烈讨论 她的神颜令很多韩国网友为之倾倒 周冬雨独特的美丽 仿佛天然雕琢的艺术品 让没办法抗拒 她的五官精致而有立体 皮肤白皙而又细腻 仿佛能够散发出迷人的光泽 而且她的眼神清澈明亮 透露出一股灵动的气息 仿佛能够穿透人的心灵一样 不仅如此 周冬雨的笑容更是温暖而迷人 如同阳光般洒落在人间的心田 这组素颜照片发布后 不少韩国网友都纷纷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评论 表达他们对周冬雨的喜爱与赞美 有网友激动地说 看到周冬雨的素颜照 我仿佛看到了仙女下凡 她的美丽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还有网友深情地写道 周冬雨的笑容是我每天的动力 她的眼神里仿佛藏着无尽的故事 让人想要一探究竟 更有许多网友直言 周冬雨的神言看得我心动不已 她是我梦想中的理想型 期待她未来能给大家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可以说这些在于不仅彰显了周冬雨在韩国的高人气 也证明了她作为一名演员的魅力和影响力 无论是清新自然还是妩媚动人 周冬雨都能够轻松驾驭 展现出不同的魅力 如今周冬雨虽然现如惊险少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周冬雨在娱乐圈中的生涯 就这样结束了 相反 周冬雨的沉浸只会让她变得更好 那么最后就祝愿周冬雨在事业未来的道路上能够越走越顺利 也希望她每天都开开心心 快快点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